欢迎收看挑战面对面 畅望新台湾 国民党全代会从9月延到了这个周末 因为9月政争让国内的政局一度出现了 行政立法两院关系崩坏的宪政危机 后来发现检察总长黄世民提供给马总统的资料 恐怕有争议 甚至是监听了立法院的总机 整个政争的议题变成了司法机关 执法合法性的争议 而如今黄世民已经因为泄面遭到了起诉 国民党内部马王的关系修复了吗 怎么样在全代会后携手合作共创未来呢 我们今天要来好好的讨论一下 先来介绍来宾 第一位是立法委员季国栋 主持人 相信大家好 第二位是环球科大教授欧崇敬 欧老师 大家好 第三位是资深的媒体人善后知 后知 大家好 第一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这个季委员了 现在回头来回顾一下 整场的九月政争 这到底是一场乌龙 还是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该怎么样来定位他 都有啦 这个我想是有点擦枪走火 那各位知道 当然在马英九上台这五年多 在立法院很多 他想推的政策 没办法推的动 产生他一种焦虑感 那加上王金明院长他有他自己的风格 他干了院长那么久 他一再强调国会自主 两个都没有错 但是就是某些地方无法契合 那当然是马英九总统是急 那这段时间刚好发生检察总长那个案子 就是王柯他们之间的司法官说的案子 那检察总长有一点点急功耗力 那见内心息 可以这么说 因为有人讲说到过去 可能跟郑永副之间可能有一点点不快了 那不管怎么样 就说太急躁了 在一个没有未经贞结的案子 今天也起诉了 那就把它拿给总统看 那总统一看 一看不得了怎么发生这种事情 所以之前的政策上的一个不顺遂 那加上又发生这个事情 加上里面的幕僚 给他一个建议说 那借这个机会是不是 我们就要做一个处理 所以检察官说 黄世民宪总统于不义吗 这个这样讲 恐怕也稍微失之武断 那应该讲说 这个个人造业个人单 责任在总长这边 如果他慢个五天 就跟总统讲 就没有泄密问题 他9月5号就签结了 不过这当中坦白讲 还是有一点点模糊空间 因为我问过很多法界人士 他们认为说 其实所谓的签结 只是一个行政程序 换句话说 在检察总长 他是最高的检察体系的最高负责人 他当时如果说 他的主官认知 这个案子已经 好像他们内部开过会也好 或是他认知说已经结束了 那就可以认定是已经结束了 可是就刑事主义来讲 你的刑事没有完成 或许实质上他们认为调查结束 但是形式没有完成 其实实质也没有完全调查完结束 包括林秀汤还有陈检察官都还在讯文当中 所以其实今天北检会咬住检察总长 最主要就是林秀汤检察官 还有那个陈检 陈姓检察官两个都还在争讯 怎么可以叫做这个签结 或是这个案子已经结了 所以他这个检察总长 因为这样被起诉 依法论法还是要看形式的吗 所以所以就依法论法 就是论事 看这个就是说 我们所谓的罪行法庭主义来讲 起诉当然是没问题 可是这毕竟是一个政治氛围很高 政治性很高的一个案子 那未来法院怎么判我们不知道 那不过这个案子 我不能讲说马总统他 他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因为他只是怎么讲 他的幕僚 不管是总长也好 或是总统吴副秘书长 罗志强他们这些人也好 给他的建议该怎么做 那就总统当下他的一个认知 说这么做是没有错的 但是他可能没有做那么多的一个布局 跟思维 跟所谓的计划 所以有人讲说 这是什么所谓的 有计划性的政策 不是 我觉得是有一点的突发性 插枪走火 如果说有计划性 怎么会搞到这样子 可以讲说这么难看 所以我想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那总统也好 那王院长也好 从这当中 当然也得到很多宝贵的经验 跟教训 那有则改制无则加冕 马英九总统也知道说 我哪些地方是不是未来应该做怎么样一个改权更迭 然后该做怎么样一个修正 然后王院长呢 是不是也借机来检讨说 我过去当一个好人 或是说有硬工 万硬工 拜托我什么事情 我都可以帮忙的 这种角度来做一个修正 我觉得对我们的民主政治来讲 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我觉得到最后还是会 党内会一团和气 团结在一起 好 既然有很多期待 不过我们来问一下后制 张荣卫 这个前县长都说了 这个天破了都可以补的 所以你主跑这个国会党政这么久的时间 你观察怎么看 你觉得马王是不是这一局应该看起来 应该是可以放下旗舰 吸手合作下去了吗 我觉得马王 就是说要合作基本上 他们两个今天会有这个问题 就是原本的状况不好 才会出这个问题 那原本的合作就不好 你出了这事情之后 合作也不可能会好 两个人关系是绝对回不去了 你说原本还维持一个表面上和谐 不会啊 现在看起来表面上也是很和谐 但是你要再 再回到过去那个样子 大概是有困难 但是与其讲合作不讲运作 他们两个应该要考虑说 将来怎么样这个国家进行能够运作 不能因为你们两个人关系不好 所以搞得整个国家行政立法都不能够运作 但其实他们原本两个关系好的时候 其实运作的也不好 就是说 因为彼此不了解 彼此不体谅 所以才会才会才会有这个状况 所以案子到了立法院过不了 他不会去想说 这案子是我的政策有问题 而去考虑的是说 是不是你王金明在挡我 还是你王金明跟民党 沆瀣一气 那些回过头来讲就是说 他们今天如果说两个人关系 其实他们一定要维持一个表面上的改善 但是你说要变得很好 几乎是不可能 只是说他们这改善完了之后 能不能够找到一套 能够彼此运作的方式 不管你们两个人 彼此喜不喜欢讨不讨厌 能够让这些东西能够继续去运作 然后比如说一个法案 到底要怎么过 原本你的法案一百分来 我做不到 我做到六十分 结果你就认为我在高贵 那反过来讲 我们现在是不是有一个做到七十分八十分的东西 能够这样来运作 比如说很多东西 我们回头去看 像包括之前的证所税 包括国民年金 都有类似这样的问题 就是说你法案本身在筹划的时候 内行的一看就知道这个法案是不会过的 但是你最后会觉得说 这个好像 不能通通算到老王头上就对了啦 不过我们来问一下欧老师 你在南部听到声音又是如何呢 国民党现在这样 你可以看到马总统的这个民调 真的不是太高 还有分裂的本钱吗 就是当然国民党已经没有在分裂的空间 和本钱了 那我刚才这里想补充一点就是说 其实这马和王之间代表两种政治形态 的一种纠葛 我说的不是两个人纠葛 是政治形态纠葛 那刚才后制在讲的这里面 说他们两个这个差异 是不是互相了解 我讲一件事就是 差异什么叫差异 差异就是差异 他没有办法去了解 那他顶多只是说可以互相去理解说 我知道你是这个样子 可是他不会转过去 这意思是在说什么呢 这两种政治操作模式 他正在转型 两个方面 第一个是在国家的大的体制上面 要走向一种新的方式 那为什么会爆发这一连串的事件 因为在体制上 已经不容许任何一点点瑕疵和模糊 让你随便带过 我讲简单的就是说 这是黄世民这样的一个做法 如果是在蒋经国时代会揪出来吗 会说你怎么差五天 不会 所以国家机器已经进到另外一个阶段了 所以即便是总统或检察总长 你也没有办法盖住 只是差五天这样的一个 行政上的程序上的疏失 还是被起诉 对不对 好 这第一个部分 第二部分就是说 所谓侨世行这种 有点类似broker的这种方式 在过去其实民间其实都很清楚 大家呢也常常请托这样的方式 可是当看掉别人的时候 都觉得其其以为不可 而且越来越觉得不可 好 那经过八月的红热丘事件 再到这个九月的马蓝战 这个所谓政争之后 渐渐的大家发现说 这种模式恐怕必须要回到一个 比较法治面的角度来 好 那这样的话 这种模式慢慢要被淘汰了 所以我们看到最近的很多的 什么政商的爆料 或者是包括油 说这它是跟 泰股经济是连在一起的 其实是同一种结构 也就表示说这个结构 马上想要跟它产生一种脱钩 可是这个脱钩并没有那么容易 因为它自己也还卡在一半 它是旧的传统的一半 所以它自己对面对新的来说 新的觉得它不够新 旧的觉得说它非常的 不够事情 好 所以这个政争是从这样来开始 它的本质是在这样来开始 可是并没有一个适当的体制来解决它 所以这个拔额 我认为是一个历史的必然 而且从我的角度来说 我觉得一两个月就能走过 这样一个阶段来讲 比起人家搞法国大革命 要轻松很多了 所以吴宁来说它是个好事 也就是国家做一个转型期 日后这种像各部会官说的事情 没有了 连着各个委员 然后就可以随便表决 就是也没有了 回到正当的形式作风去 好 那这个包括连总统 也不能够随便 好 叫总统就怎么样 总统也不能随便就爆料了 好 欧老师看起来呢 对这个所谓的转型是期待蛮深的 不过接下来大家要观察的是 国民党到底能不能够真的展现 大团结的气势呢 马王两个人又是怎么想的 我们下一段来仔细分析 先休息一下 国际大会上满酒总统跟夫人周美清 手牵手进场 王金平紧跟在后 关注案后两人一幕前的首次互动 一开始显得有些拘谨 大会主席立法院王院长 一声王院长 王金平点头示意 但观察言语还不够 肢体动作也不可少 主席恭请总统至贵宾席 两人的第一握 握了近五秒钟 事隔两分钟再握一次 两人脸上堆满笑意 互动越来越自然 而哭扫周美清卡在马王间 全程笑脸迎人 充分发挥润滑机角色 往右跟王金平互动热络 往左跟老公讲悄悄话 拜好天气之次 国庆筹委会准备的帽子 让三人一起搭上线 他说我带他才带 我说那我就带我就带 原来是说好的 只见周美清左看看右看看 怎么看都觉得整别人 戴帽子就是怪 先念了几句 就出手帮老公瞧一瞧帽子 全程近一个小时的表演节目 三个人在看台上 聊节目内容聊开了 互动热络 谢谢总统丽灵 两人在握看得出力道不小 连续前 马总统跟国内与会贵宾致意 转个身 马王再交手 关书案后 马王两人会面的初体验 五度握手 似乎出现了破兵机会 再看一次 马王互动还是非常的吸睛 国庆日当天 马总统和王院长 在九月阵争之后 第一次同台并肩而坐 还一起戴草帽 握手握了五次 如果说九月十月 没看新闻的观众 一定看不出来 两个人发生了这么大的摩擦 这点我们来问一下纪委员 您从政治里这么样的丰富 一定可以知道 是不是 这个越高层的政治人物 他就越难以捉摸 他心里面到底在想些什么 之前马总统还说 王院长要之所进退 而且王院长现在好像没事一样 还帮江院长讲话 一切真的传过水无痕了吗 其实越高层的政治人物 越单纯 就是说你那个所有的表象 你所有的情境要随着 那个现状要改 心境要调整 前几天可能跟王院长之间 有很深的这种心结或是冲突 可是过几天我们的国庆大典 要国家过生日的 这是乡人为流的意思就对了 要马上心中充满发喜 那心中充满发喜 然后你看到王金明院长 我跟各位保证 你们不要认为那是装出来的 你要说装 有一半也可以这么讲 为什么 因为其实基本上政治人物 其实是半个艺人 就是说你看我们到外面跑突 婚伤喜庆 你不管高不高兴 一定是要一张笑脸 所以练习很久了 你看到告别市场 马上又要哭伤着脸 那个脸你认为是装出来不是装 就是你去那边 你一定要感受当场那种气氛 那种氛围 参加告别是感受到商家那种氛围 所以你心境要随着转 今天国庆大典 当然马上见面一个是 他是主委嘛 王金明院长是主委 我们马上总统是元首 见了面 那种心境要非常喜悦的心 所以我敢百分之百肯定说 他们那一天绝对不是做作 有些人说哎呀戴和解骂 手抖动的其实怎么样 好像嘲笑他们 我觉得一点都不用 那不过是一码归一码 就说也不要看错认为说 两个人握成那个样子 笑成那么灿烂 只差没有拥抱而已 那是不是以后都完全没什么事 也不用这样讲 我觉得有关于司法事情 还是会照着走 换句话说一码归一码 那政治人物是如此 其实如果说你把前几天的那种不快 带到国庆的这个典礼上 其实也不是大体 所以我是觉得大家见怪不要 不要不要见怪 就是说不要对这种事情 你就见怪不怪 对对对是应该这么说 这就是说其实政治人物薪水净转 只是转得比较快一点点 我举个例子好了啦 苏贞昌跟谢昌廷不是骂了半时吗 他说移转焦点不能改变设安的事实吗 骂谢昌廷啊 还说他非常的赶紧啊 可是两个一旦搭配要选政务总统的时候 哇马上又喊那个声势力竭 对不对政治人物正义 同样的例子我们来请教一下后知了 其实国民党啊大和解的戏码 真的好像从来也没有缺过啦 之前2000年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啊联颂大党竞选 两个人当时呢握手啊 一起呢来这个呼喊 要大家支持他们动算 这个场面很多人看了也是觉得 哲哲成奇 因为过去大家都知道 联颂之间心结有多深 后知再跟我们讲一讲 对我先讲一下 我觉得刚刚国庆那个 那个基本上是整个过招的一部分 大家不要忘了 那10月10号的时候 他10月14的时候 那个两个两 双方还在为了申诉 到底要不要提党内申诉 还在还到10月14号 才稍微告一个段落 这个这个本来就是一个过招的一部分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谁没有 谁没有摆出这样的笑容 谁就输了 那我们回到国民党内的团结的东西来讲 连是 其实 其实政治永远没有 没有永远的朋友 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他完全看你当下那个 那个状况是什么 就是你的利益是什么 你的 你当下的最大利益是什么 比如说像连宋来讲 他为什么 为什么在2004的时候可以合得起来 因为2000年的时候 他们彼此是最大的敌人 连战最大的敌人是宋主义 宋主义最大的敌人是连战 可是到2004年的时候 两个都吃过陈水扁的亏 然后都被陈水扁交进总统府去 然后 然后 然后比如说连战的庭建和事 宋主义也被修理 两个人的最大的敌人 就是主要敌人就是 就是陈水扁 只好两个就自然是结合主要敌人 结合主要敌人 打击主要敌人 他们就变成这样子嘛 那比如说你说像 我们讲说同样的连宋之外 包括李登辉跟宋主义 那时候也是 也是搞得非常非常不愉快 但是到后来 你看到这几年的时候 他们觉得他们现在的眼中拎肉中刺 变成是马英九 两个人突然彼此之间 看了看了就顺眼了 对不对 就彼此之间你看 不时我们还听到李登辉下枪的时候 帮宋主义多讲几句话 对不对 这个东西就是这样 但是我觉得马王的关系的状况 会比较不太一样 就是说他们彼此又 就是不惜他们的状况 摩擦也没有那么大 他也不到说马英九 是王金明的主要敌人 王金明是马英九主要敌人 也不到那个程度 那他们看起来呢 民党现在又很弱 他们又没有一个 共同的主要敌人 所以他们的关系会变得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欠缺 是马王共同的主要敌人 如果有他马上就真的团结了 你知道吗 就不会是我们刚才讲的 因为他们彼此现在在过招 可是他们你说 现在已经过了那个 就是说在刚开始的时候 9月6号的时候 那开始的时候 真的是马英九要把 王金明置于死地 那个时候真的 彼此的竞争关系 是有这么大 现在看起来 那个氛围也没有了 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 会变得一个很暧昧 很奇怪的一个东西 欧老师怎么看 这样这样的一个 活生生的一个历史教材 你怎么教你的学生 这是相忍卫国呢 还是一切要向前看 很简单 最简单的回应 大家知道 这个蒋介石跟毛泽东的关系 看历史课本都知道嘛 那你回顾一下重庆的时候 他们两个也是笑得很灿烂的 然后再回应一下 刚才那个季委员所说的 这个谢唐宁跟苏贞昌 我告诉一下 他们从头到尾没好过 在私底下的时候 两边都是从来 不会讲对方好话的 即使是他们在 大副政府总统竞选的时候 所讲的 我可以把内幕公布一下 苏贞昌当时跟谢唐宁说 他大副总统 但是他说两句话 钱你全部管 所有要发言由你决定 其他我全部不管 你要叫我干什么 我干什么就这样 其他他不说了 所以他们的关系其实是非常冷却的 所以他想撇清所有的当时的 任何利益纠葛的关系 这是苏那边的态度 这是我现场听到的 他和这个万国法律事务所 董事长所谈的话 好 那回回来说这样了 就刚刚纪委员所说 这个表现成合一 这我同意啊 所以我解读另外一个部分 然后时间就到了 就是在什么时候 表现最合一的态度 刚刚后织说的是正确 那这里有另外一个重要版本 就是纪委员 纪委员他所代表的发言 真的是大家值得研究的一个教本 就是他任何一个 执政党的代表的发言的立委 他在各种场合的时候 该笑的时候 该骂的时候 该防的时候 他所运用的方式 都是最适合的 SOP的处理方法 这是值得参考的 危机处理的时候的参考标准 因为他有时候讲一些笑话 有时候又报一些小料 他不会把他全部守住 有时守的是守很烂 你知道吗 所以他就是标准的说 在那个时候 该说什么话 说什么话 不说过的话 也不说太保守的话 的一个经典代表 那也就是说 他一定有很多没讲的话 他讲的都是该讲的话 那不代表你听到实情啊 那这样呢 就能把时间给吃过去了 这是一个很好的观察点 请看纪委员 研究他的版本 上YouTube就可以查到了 所以这么说来 欧老师建议是说 这个马王的处理 就是说可能还要跟纪委员学学看 怎么样能够 如果能那么诙谐的话 那当然会更好一点 讲得像纪委员一样 怎么样的幽默 对不对 不过休息一下 稍微回来 我们还要继续讨论的是 必须要以逆征上缘的角度 来看待未来的人 恐怕还有遭到起诉的 检查总长黄世民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九月战争是从检查总长黄世民 决定要越级 向总统报告监听的内容开始 但是现在国民党全代会 召开在即 大和解戏码即将上演 如今陷入困境的 反而是遭到起诉的黄世民 有一种说法说 只要马总统重新开始 总统府的误人小组会议 王院长每个礼拜一中午 又进总统府去吃便当 就是黄世民应该要 之所进退的时候了 纪委员怎么看 我觉得这是两回事 是就全大会也好 或是党内的大和解 是一回事 那黄世民警察总长 当然他如果他自己 就是说期待很高 然后也以过去他要求别人的 他过去有所谓的 无罪检察长司法硬汉 司法铁汉之称 换句话说他在认定事实上 非常的严格 甚至于激进严苛 如果说用那么高标准来要求的话 恐怕如果说要之所进退自己下台 也未尝不可 就像陈聪明检察总长过去也是 今天裁判一弹劾他就下台 其实还没有做成撤职的这样一个决定 其实还必须送到工程会撤职 他才需要下台 现在检察总长没有下台机制 他有任期的保障 还剩下四五个月 他的任期到4月13号 那换句话说剩下四五个月 他要下台的话展现他的风骨 或是他所谓的之所进退 那当然也可以 问题是他如果真的不想下台 好像也没有用 没有其他强制办法可以让他下台 重点是如果说他今天 还是一个检察总长的一个身份 现在已经检察官起诉了 未来再到地院去 站在那里 受法院审理是检察总长 我不晓得那时候对整个学法的人 那种内心的冲击会有怎么样一个影响 我不得而知 那不过我觉得目前来讲 对检察总长黄世民来讲 底底确确是有一点点困兽之斗 退 当然他可能心有所不甘 他认为说我是为了总统 为了整个国家的文官 为了整个这个政治风气的一个清明 我并不是为一己之师 为什么竟然叫我下台 重点是你已经被检察官 又是你的子弟兵起诉的 所以我觉得他的立场非常之尴尬 当然党内很多的立委包括 听说洪秀柱副院长都已经要他之所进退 我们之前的执行长林洪子等等 很多同仁都有这样一个声音 倒是到目前来讲 我们不知道检察总长他的立场是怎么样 不过以他那么有智慧 我觉得他应该会做一个最正确的抉择 不过欧老师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目前看起来包括了总统府行政院的态度 甚至是立法院 这个王院长应该也都不管了 这个烂摊子很显然会丢给法务部 自己来面对特征族和黄世民 在这样情况之下 您认为现在的罗英雪罗部长 他会像之前的王清风王部长一样 给这个陈聪敏这么大的压力 要逼迫他赶紧自己自行下台吗 当然不会 罗英雪的个性和这个王清风个性完全不同 那他整个这个作为律师的刑事风格也很不一样 罗英雪是一个调和性非常强的人 所以这点不用怀疑 那再来黄世民他会做什么判断 我认为黄世民其实就个性来说 他是一个极少数具有特殊个性的人 所以极少数具有特殊个性的人 他的判断不会和一般人的判断一样 绝对不同于常理 除了法律见解 我们必须跟着法去走以外 他在个人的人生的形式作风上 我们不能用一般人的形式作风来想他 他是一个非常坚毅的人 你再从他每一次拿一张新的名片 会给他女儿不断的在收集 去做累积的这样的一种 好像一专一丸去盖的这种个性 以及他总是要去挑战最高的权威 这种过去的往事利利啊 我基本上判定就是 除非法的抉择是要他下 否则即便只是弹劾 他都还是可能会选择不下 因为他以正他的清白 因为他只要继续在那就表示 他以正他清白的决心 所以这是我的研判 他如果自请辞职的话 他也担心外界会认为 他是自认为有罪 没有错 这是他的定义上说 我其实等于我认为我是有罪 所以我要等法来判定我真的是这样 那我才认了 否则我还是认为 我只是一个行政书师而已 好所以因为要在五个多月里面 完成这样一个程序 其实没有那么容易 好所以我比较倾向于 他可能会做完整个任期 不过后知你怎么看 从立法院开议到现在 蓝绿立委有机会就不停的炮轰 黄世民可以说是毫不留情面 现在甚至是泄密官司等着他 他已经被起诉了 您的看法是 您觉得他现在目前他的选择 其实也就是走与不走 他会怎么样来做这个决定 我补充一下 他其实黄世民这个 刚刚我老师讲到 黄世民在立法院是有讲过的 如果弹劾他是会下台的 就是说他是讲说他 这件事情要看调查结果 他有大瑕疵 大疏失还是小疏失 那立委就问他说 什么叫大疏失 什么叫小疏失 他说弹劾就是大疏失 就是立委 当然立委真的傻眼 说你一定要你被弹劾 你才愿意下台 他说是 这段是立法院他有讲过的 那对于黄世民来讲的状况是说 他现在下台已经 他如果要表示 责任政治的风骨的话 已经过了 早就应该要下台了 今天听国会那件事情 发生的时候 他就应该要在那个地方 应该是最后的一个时间点 你现在下台的时候 没有人会觉得 你是展现政治风骨 都被起诉了 你都是一个犯罪嫌疑人了 你怎么会 你这时候下来怎么会有风骨呢 一定没有嘛 对不对 不会有人认为说 你是负责政治责任 可是反过来讲就是说 那如果他既然没有这条路可以选的话 那就只好等到一切 一切就是说情势逼到他不能不下 就是刚刚讲的 一个就是一审判决 一个可能就是看监察院有没有办法弹劾 这两个是比较有可能的 而且就是说事情发生到现在 府院从来没有给过黄世民任何的压力 而且还放过话说要力挺黄世民倒地 因为这件事情跟马王之声 他又扯在一起 黄世民这股牌倒了你后面的一些东西 就变成说当初马王之声的一些指控 通通变得不成立 所以变成说现在来讲 府院都没有任何压力的时候 主动权真的就在黄世民本身 求在他自己手上 在他自己手上 那立法院国民党好像就觉得很倒霉 就是因为你让国家很多事情 都因为你个人的问题乱不顺 我一天到晚司法会就天天陪着你 陪着你黄世民开 就天天叫罗云雪 以前可能来个一两次 这个会期可能来个二十次 搞不好还不够 就很多国家的事情 都因为这样的耽搁了 所以他现在其实潇洒转生的时间点 已经过了 他一定会撑到最后 但是一审的判决 不会这么快出来吧 但是弹劾可能会比较快 弹劾会比较快 所以弹劾有可能会在他的任期期满 之前就会出来 如果监委认真的话是有机会 可以注意一个观察点就是说 他有停止爆料了 他没有在 他停止爆料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点 他之前自己不断的在爆料 对不对 他之前的自走后 因为以他的个性来讲 他不会随便自走的嘛 他现在已经完全停止爆料 所以我认为可以从这里去做进一步的研判 而且黄世民还有一个很糟糕的就是说 他因为他刚开始太有自信 所以他本来可以不到立法院了 他选择去了 就去了之后就变成不停的要去 因为法院组织法有很明确的规定 像检察中央是预算案跟法律案的时候 他还需要去报告 他不需要为了这个案子去背询的 结果他现在自己去了之后 他是把整个司法体系都拖去立法院 让立法院来公审司法 应该讲公审检掉了 公审司法 那个状况还是一不一样 就是你让整个检察官都跟着你一样 破了这个例子 然后进去之后 这对整个未来的制度是非常非常不好的 好 不管黄世民走与不走 现在特征组和法务部的预算 在立法院都是刷在蛋了 因为朝野接下来准备要有仇报仇 没仇练功夫了 只不过这一阵子国民党闹成这样子 民进党的表现又是如何呢 下一段我们来继续讨论 国民党这两个月真的是多事之秋 但是民进党一路敲锣打鼓看热闹 他们有余翁得利吗 我们来看看忠实民调的最新分析 在油品造假事件过后 马英九总统的满意度当然真的是越来越不高了 不满意的69.6 但是满意的剩下19% 江一华院长也一样 在油品事件爆发之后的不满意58 但是满意的剩下25.4% 但是来看看民进党又是如何呢 奇怪了完全频频闻风不动没有任何的增加 甚至是就连苏贞昌苏主席他的满意度也下滑 到10月29号他的满意度剩下36%而已了 在民进党内大家认为最值得期待的领导者 现在蔡英文可是有39.3% 但是苏贞昌15.5% 甚至是这个将近是一半的数字了 这数字应该要怎么样来解读呢 这段我们要先来问一下欧老师 这两个有一个既定的风暴是要来 这两个风暴就是说 他们的五月的党主席之争是一定要来 那这目前为止 苏贞昌大概已经布局的非常完善了 那据我所知呢 就是蔡英文的原来所属的系统 连少数那个很亲近的一些幕僚呢 也有倒戈掉了 有倒到苏贞昌那边去了 所以他们已经互相在挖墙角挖的很严重 而且毕竟现在党全是在苏贞昌手上 所以蔡英文其实是紧张的 一旦拿到党主席之争 下一个之争就是谁选2016 那大概呢 这两个人呢2016没有选 下次要再輪到这两个人的机率 就非常非常低了 下一波就是赖心的这些人了 好所以呢对他们来讲 几乎是政治生命是否可以延续之争 以及他们所有的幕僚的投资 是不是有回报之争了 所以现在情况可以说非常的惨烈 这也是合以他们的整个满意度 其实在整个社会上没有上升的原因 而且最糟糕的是 在国民党最低迷的时候 结果他们两个做民调呢 还有人下降10%了 我现在讲的就是苏贞昌 那蔡英文呢也没有上升 那这没有上升就表示什么呢 他没有办法运用这样一个对手的危机呢 给自己加分 就表示他政治的操作能力真的不好 以及掌握议题能力也不好 也没有提出愿景和希望来 所以目前由于此看来 我不太认为即便国民党目前 有这么多的政治危机 或者是面对到民生的问题的危机 能够带给民进党任何加分和应用 他们一定能够胜选决心 至少很简单 到目前为止 他们认为北三都 他们还是输定的状态 所以请问他们有任何加分吗 几乎没有 所以我们可以说 他们为了自己内部的竞争 花了太多的心力 甚至是没有办法去观察到 社会氛围的改变对吗 对就是说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就是说因为他原来民进党这种各派系的 这种角力的增值 以及他们各种民调的方式 使他们一直陷在原来困境中逃不出来 为什么呢 他没有办法改变他原有的生态 好所以除非有些民进党这改变生态 我觉得这个言之过早 最简单就是说 你到今天来看 这个新北市的候选人 你还是游锡坤 请问游锡坤选多久了 就是你一回想是40年前的事情 真是不得了 好那如果照这样做 他的整个政治生态一直不轮学 我们从一个生物学的角度来说 如果一直不太就更新 其实是怎么样 还有这里更严重的是 他所有的政治操作手法 也完全没有更新 这才是最严重 对国家伤害最严重 还是旧的绑装方式 旧的这种盘式和盘式的结合 那所提出的东西 你去对比他 当时在宜蘭提出来了 你看有没有新进步 结果没有 当时也许那个时候还比较进步 也说当时他所用的幕僚 可能更清新更有理想性一点 结果到今天以来 他的幕僚已经变成都是在占位置了 所以民进党现在给所有观众的印象就是 他在占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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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卜 所以他最后就没有什么伟大的作为 可以去加分 因为他就变成一个很保守 没有什么作为 因为你做这样也怕 做那样也怕 所以你就是会一直一直一直 没有办法有大开大合的作为 你说像比如说到了 他们大概孙昌昌做的最大的一件事情 就是倒戈嘛 这个任期内里面最伟大的事情就是倒戈 可是你不要忘记 倒戈前面其实不久前面本来有个福茂 福茂的辩论 那取消当然是合理 可是那时候其实有人建议说 你可以在 那时候以监听方法这么热的情况下 你可以在那个地方替全民去质疑马总统 或者黄世民的角色 没有人可以去问他 那时候他也不让人家问 你是唯一可以借着舞台去问他 但是苏文昌最后还是选择他不要 所以他是一个相对保守的人 然后你做了一个福茂 你说像那个像倒戈这件事情 你去做了倒戈之后 那下一步呢 没有下一步 倒戈完了之后一切活动都结束 他当然民进党内的不满情绪很高嘛 你叫我们出来倒戈倒了个半天 然后后面什么都没有 同样我们在讲说民进党的党团 他们在整个立法院的杯葛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 有人会觉得把它都归咎了柯建民 可是我觉得那个跟党中央也有关系 你党中央没有策略嘛 那我只好我最容易玩的就是霸占嘛 霸占到差不多就下来 偏偏没有想到今年的国民党的战力很差 所以他变成说霸占之后 没有人把我抬下去 我就只好一直霸占着 所以这个问题为什么会搞到八次 不是民党战力特别强 是国民党没有人要去把他那东西排出来 所以他假戏只好一直争作 因为那个不让那个隔魁报告跟不让 跟主席台那个是不一样 就是霸占主席台的时候 主席台是一个是一个3D的东西 他你要往上仰功不好功 那个隔魁的报告它是一个平面的 就从他的座位这样走到前面去 你其实你有个十几个人像个箭头一样 把他包住把他推上去 就完成报告了 可是国民党对不起 今天国民党的立委没有 所以他变成假意 国民党的原因也不想让他上台报告就对了 没有人去发生冲突 但是民党你之后真的在立法院跑 就说民党这是没有要跟你打针的 只是我没有别的东西 我只好用霸占主席台方式来表演嘛 因为党中也没有别的其他策略 我只好去霸占 结果问题是你国民党就不来推不来抬啊 王建平那次后 我记得大概到第三次的时候 王建平就已经有一次就在超级上宣布 就是说不管怎么样 我今天就是要叫江一花上台 我就是要宣布江一花可以上台 意思就是你们远去冲突一下 你们两个自己去想办法 国民党我们找不到人 所以他最后为什么今天拖那么久 真的不能全部怪民党 有部分是国民党自己立委不愿意 因为十几个人真的就冲上去了 来来来国民党的立委 这个不能上台报告 坦白讲国民党也没有强制排除 当时的考量是说强制排除又如何 到处一定能够上台报告 过去连战也被党了半年 没有做施政报告 其实错是在民进党 那既然民党你自己做了错误的决定 为什么我们帮你来解套呢 所以到最后他们那个倒戈的动作 当然有人解读说是不是 战了太久也没有办法解套 只好用倒戈方式来结束 那有些人是解读说不对啊 我就半开玩笑说 就好像周幽网啊 这个烽火戏猪吼一样啊 为了宠爱包氏啊 有人问我说到底谁是包氏 我说柯健不是包氏啊 为什么 因为连邱映颖他们好几个都当着柯 就当党团团团就骂说 为什么我们全党被一个老柯绑架嘛 对民党来说恐怕真的是失分比较多 接下来还要继续交途抗争吗 国家重要法案怎么办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立法院开议之后 民进党团连续让江院长六次上不了台施政报告 而且倒戈失败之后还退出朝野协商 很多重大法案现在是全面冻结 包括了攸关国家发展的年金制度 核四公投服贸协议全面搁置 最后连民生议题食品法修正草案 也没有办法经由协商来进服二毒了 民进党现在这样的不合作策略 它有什么意义吗 我们来请教一下后知 基本上我必须要讲 就是说他年金跟核四是本来就不会过的案子 我们把它放在一起 虽然看起来很重要 但是他其实本来就能够过的困难度就很高 那民进党他自己也知道说 他的状况不能够这样 所以他虽然退出朝野协商之后 他马上就让台纽过了 他马上就说我们台纽马上就放行 我虽然没有一个协商的形式 或者是一个协商的名义 但是实际上有协商实质内容 让大家看到确实我们还是有让法案过关 对我立法院不是说我民进党一位的杯葛 我马上就让相关的法案 重要的法案我过了 那我党服贸在台纽 台纽也是两个性质是一样的 服贸有意识形态问题 台纽没有我就马上让他过 那服贸这边有一个问题是说 国民党当初在跟民进党协商的时候 他这个跟退出朝野协商没有关系 是国民党当初一签的时候就签了一个 说要开16场公厅会 然后笨笨的跟民进党说 那我们一人分8场 那小段段于康他现在就说 我就慢慢排 所以他现在的状况是 他的公厅会要排到年底 可能还排不完 他当初国民党就在这个分工的时候 就应该跟他协商说 好我们要排16场 你负责8场我负责8场 可是我们这8场可能必须11月底 要给一个deadline 要一个deadline 可是国民党当初没有 所以小段现在真的就我两个礼拜排一场 所以8场加起来就4个月 好那所以就变成说 他符帽现在是卡在这个地方 这个跟跟那个跟那个 差野协商没有关系 没有没有直接的关系 那所以就是说 我觉得我觉得今年的状况 会变成说 其实立法院是一个在算时间的地方 他每个会期 前面的大概差不多将近一半的时间 在在在实证报告 后面在审法案跟预算 他预算 其实他能够再加上预算 因为预算是需要一定的一定的时间 每个会期能够审法案的时间并不是很多 那今天来讲 黄世民的事情 前面耽搁了立法案这么多的时间 他当然影响到你整个后面 所以立法案这个会期是 没有什么太可以期待的 就是说 但是这个跟黄世民的事情有关系 就是说你当初一直没有去解决 让那个事情去耽误了国家重要的 失声的时间 那民进党现在的状况 我想他也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他就是像这个会期 他也直当于福茂 他没有在党其他人 因为福茂对象来讲他是重要的意识形态 非党不可 他没有松手的空间 但其他的案子 问题是也没大案子 也没大案子 不然我觉得其他案子 其实是走的并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差 那我们来问一下纪委员 其实你可以看到 我们原本期待说 这一年是个没有选举的一年 理论上应该是在立法院 议事的运作要比较顺畅 甚至是有比较多的法案 有机会可以通过 但是目前看起来是几乎是已经虚耗大半的时光了 接下来该怎么办 怎么要让议事能够更快的有进展呢 难道要靠国民党的这个所谓的优势的人数 来赶快强制表决通过吗 这有可能吗 没有选举的一年是大家的看法 当然希望他能够通过比较多 有利国民生的法案 这是大家期待 重点是民党他立场上是每天都在选举啊 你今天他扮演角色不只是一个忠诚反对党 反正他就是说你任何提出来的事情 换句话说你只要往前走 他想办法把你拉着让你走慢一点 你包括核四 核四过去 你还记得林立雄带一群人 还绕行这边总统府的时候 阿比较是照做 他也没有说不见 然后到现在他当然他可以提出新的理由 说因为这个辅导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不能盖这个核四 其实我觉得那个都不是真正的理由 真正的理由就是你要做什么 我就是要阻挡你 最终是这个福茂 其实你说民党内部真的那么反福茂 也不见得 其实有很多的企业界 他们的装甲都有厉害上的关系 跟他们讲这个不要挡得太凶 挡得太凶其实对我们经济非常不利 所以其实我们他也知道 可是他们没有这样挡一下 第一个让国民党走得太顺 也不符合他们的这个利益 第二个他们也没有办法对他们一些选民交代 所以我们一定要挡 但是今天我特别有跟上面 尤其我们在国事论堂我特别提到说 依照立院职权行事法第61条 立法这个院会交付委员会审查 现在是委员会审查 内政委员会审查 三个月期间 如果三个月期间没有审查完毕 我们可以让他直接生效 依照规定就是说 好没有审查完毕 就直接让他生效也可以 不见得说一定要逐条逐项审查 来表决不见得要这样做 当然说 你讲那个不通 那个是行政命令 这个服贸不能当成行政命令 那个只是朝委协商 那个只是朝委协商 也不是说不行 如果要这样做 不是行政命令 那个是讲的是行政命令 我跟你讲 不管是至少 你只要说 协议不可能可以直接生效 那个是行政命令的东西 行政命令才能 你交了三个月 我的意思说立法院其实 如果有这一招的话 国民党早就该拿出来了 那一招走不通 你听我说 不是不是不是 我们讨论过了 我们讨论过了 可以不是不可以 是我们的政社会不敢 我就这样讲好了 因为太难看了 对 对民众来讲 这样做真的太难看了 就是这样子 但问题是他如果 到时候如果说 用其他的方式杯葛 不让你通过呢 那你说对我们 整个国家的影响 我跟你讲 现在我们 不只是两岸之间的关系 它影响 未来的RESEP的签 然后呢 还有其他的一些签 一些一些 一些那些相关的 重要的一些企业的签署 我觉得会影响到 我们经济自大且重 所以哦 当然啦 民党他可以讲说 可能影响少部分 像什么理法业 美容业 洗车业 一些少不能的行业 可是 利大于弊的一个前提之下 民党如果硬要把他挡下 就像现在在前阵在挡 那个江院长一样 你不让他上台 你不让他上台 到最后你还是要让他上台 问题是浪费那些时间 浪费民纸民膏 要跟谁来求偿呢 好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说 我们该怎么办呢 怎么样让立法院赶紧来解套 欧老师怎么看 我回应一下 福贸这件事的命运会怎么样 好 就到明园五月 这个民党党主席选完之前 福贸案基本上会被搁置 这是确定的 那他用的理由是怎么样 因为他独派连别的意见是说 福贸案等同于在各行各业里面 容许大陆派特务进来卧底 OK 那我们都知道 那如果是卧底的话 这句口号对民众是很有血润 对如果卧底的话 那早就卧完了嘛 已经到各家庭去卧底了嘛 可是他们深深的认为确实是如此 所以到明年 他们党主席选举完之前 要让福贸去 这个进入审达阶段是有困难的 好 福贸先放的不管好了 还有年金呢 还有其他的呢 那年金的话 他会局部的可以开 慢慢的有尺度的开放 那核四部分 他想无限期的延后 一直延到20161月以后 那可是5月以后 福贸一定会做 小幅度的这个审查了 因为他知道这涉及到 整个国家经济 跟贵外关系的相关的这个法令 所以到时候 他会用别的方式来做妥协 这个部分我觉得倒还好 所以应该是 现在是要做一些准备 可是这里有下一个问题 就是说QE的退潮 在中间是一个关键的变数 在两三个月内 QE就会偏长 利率整个就会升高 房地产整个就会 就有大的崩盘的这个效应 而且是整个国际性的 所以这个部分 我觉得立法院到目前为止 这特别是执政党 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 会跟着整个相关的法案事情呢 会march 起来 这也是尤其是要注意的 好 其实很多趋势都推着立法院 恐怕不能不赶快动起来了 非常感谢各位深入的分析 我们也很希望 朝野真的都能够把彼此当成是 生命当中的菩萨 赶快找出让意识顺利 继续运转的方法 否则下一次选举 恐怕是选民们用选票来帮你们 逆增上缘了 下周同一时间 挑战面对面探望新台湾 我们要继续为您把政策给说清楚 这样明白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